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被冠以顶流标签 肖战的演出被安排在晚会的后期 主办方清楚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是他的舞台 观众总会留下来因为 总会有人在等待他的表演 尽管是在深夜11点多才开始演唱 但歌曲一唱完就瞬间登上热搜 当个平台上的话题超过五个 累计阅读量轻松突破一截至发稿时 肖战真唱的话题已经突破了三亿阅读 也许有些人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真唱会引起如此轰动 实际上 这是由于大环境造成的当时 晚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对口型或者假唱 真正的实力唱将非常少 而肖战作为备受关注的顶流 许多人都怀着质疑的态度 等待着他的表演 希望看到笑话 然而肖战却脚踏实地 尊重舞台和观众 选择了挑战真唱在那样的情况下 肖战被推上热搜并不奇怪 当然 真唱其实是歌手最基本的素养 这才是表演的正确打开方式 而不是对口型关键事 有些歌手甚至对口型都掌握不准确 这让网友感到愤怒因此 当他们看到肖战真唱 并且还唱得相当稳定时 纷纷发出肖战真给内与长脸面的感叹 肖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不仅因为他真实的演唱 还因为他对自己身材的管理 娱乐圈常常变幻莫测 明星们也常常发福 但是肖战始终保持着挺拔和精神的形象 非常自律 无论是在机器扫描中的短短几秒钟 还是面对镜头时 他都以最佳状态示人 他的颜值和实力并存 这难怪粉丝们如此激动地传播开来 肖战凭借自己的实力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在演唱 潇洒走一回之前 他的粉丝数量已经达到了3163.4万人 而在演唱完毕后的短时间内 他的粉丝数量增加了2000人 达到了3163.6万人 这个增长发生在夜间 如果在白天传播开来 将会吸引更多的粉丝 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自我营销 肖战本人还发布了一段视频 记录自己的演出 他的热度依然不减 当年这段视频发布后的播放量 迅速突破了2000万 并且点赞量超过了100万 他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除了在国内圈粉 肖战还在跨界闯荡国际舞台 据统计 当他参加晚会时 他不仅登上了世界 趋势第五的位置 还在泰国 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榜单上 名列前茅 他的舞台传播速度非常快 国外的粉丝也在等待他的节目显然 他没有让粉丝们失望 仅仅通过在晚会上演唱一首歌 肖战就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这是很少见的 相信 以他现在的状态 他的火爆将会持续很久 真诚对待舞台的人将会走得更远 他值得观众们给予的鲜花和掌声弯曲 晚会肖战现唱支持台下明星和观众反应如何 成龙跟唱 任达华将书影化身气氛组 肖战昨晚真唱上了热搜仪并且话题讨论度报表 主要原因是因为观众发现一些专业歌手居然假唱 一些有知名度的艺人现场翻车 发挥失常 而非科班 非专业歌手的肖战不仅真唱 还挺稳的 然后纷纷对肖战错误 毕竟严明星那一组居然都不是真的现场开卖场 这么一看肖战真唱讨论度那么大也是可以理解了 就是一个没想到大型活动会场 主办方 平台 艺人公司 艺人随便哪一方担心现场怯场紧张发挥不好 就很容易录好了现场对口型 以免卡壳或者跑掉 措辞 在大家看到专业音乐歌手如此后 对演员自然也就下意识地降低了要求 以为肖战也会如此 然后却惊讶地发现 肖战不仅真唱 还现场把控能力及发挥不错 歌手出状况 演员状态不错 所以不乏有夸奖与认可之语 也因此此次对于这个真唱热搜并没有太多人吐槽说真唱是基本功 因为发现自家爱豆可能也卷入真唱假唱争议 所以对于这个话题现在也不太好拉踩别人 换句话说全靠同行衬托 既然不想自家爱豆假唱上热搜 那么自然可以接受顶流真唱上热搜 正好还可以转业一下视线 所以在其他艺人专业问题频出的情况下 非专业歌手的肖战意外反而效果不错 因为滑水的人太多 真唱这种基本的职业素养反而显得弥足珍贵了 原本以为等着看笑话 没成想顶流感真唱 能真唱并且反响很好 肖战兢兢业业 顶流业务能力到了弯曲依然稳住了 稳定发挥能真唱 就已经赢了很多流量或演员 加上颜值和氛围感 甚至可以和专业音乐人同台各剧看点肖战登台现场 镜头扫到台下 成龙 任达华 江苏颖台下画身份为主 成龙跟唱打拍子 任达华也跟着鼓掌 江苏颖也跟着摇摆 曾黎举起手机对着台上拍照或者录像 吴京也在含笑看重 费翔抬头看向舞台 还有一些其他演员 歌手或业内甚至拿出手机拍摄 因为肖战登台观众席反应很大 人声鼎沸 所以大家也会感受得到肖战的人气 毕竟也是港区预热宣传中的那与顶流 一线人气明星 没有想到到了湾区人气依然这么高 依然是全场观众呼声最大的艺人 别人的主场 他似乎轻而易举可以拿到万众瞩目的待遇肖战和成龙合作过 之前成龙的一个活动肖战和成龙同台合唱 所以也算就相识 成龙和肖战在湾区晚会一见面也是直接拥抱寒暄 后面成龙给肖战的节目捧场 也是看得出来前辈对晚辈的青睐 任达华可能不熟悉肖战 但看重成龙认识 后期肖战演唱的时候他和成龙交谈 可能也是在了解这位年轻的内地明星 曾黎据说也和肖战合作过 就是肖战的代播剧《玉古瑶》中 饰演时影的母亲 空骚皇朝的皇后 肖战和江淑影好像没有合作过 但是姐姐人美心善 喜欢这首歌或者被舞台分为感染也是正常的 跟着旋律跟唱或打拍子也是正常的 其实肖战现场熟人不是很多 而且节目又安排在后面 登台时很多明星都已经离场了 但现场氛围还是被他带动起来了 甚至于在他表演完节目之后 大量观众也直接离场 反响还是不错的你怎么看待呢 欢迎品评欧最近官媒人民文娱对话肖战 通往好的表演 没有任何捷径 只有真诚和坚守可以完成六月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 播出 观众看到了一个更加成熟的演员 成为肖春生同样是一场梦梦里 肖战看到了人物 看到了时代 也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现在他并不是喜欢罗列计划的人 谈及未来的计划 目标 他只说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 活在当下 才是发布打开新浪新闻独家的路 肖战的优秀有目共睹 肖战的人格魅力无庸置疑 此观点不接受反驳